我咨询,寻导时间为三十分钟 谢谢,我想现在还有我们的阁员陆陆续续进来 但是院长已经在了,妈妈有请我们的新院长 委员长请被寻 另外呢,我有请也是我们园民会新的主委,我们的孙主委,谢谢 好,高清委员好,孙主委请被寻 是,院长你在内阁要改组的时候,你曾经来征许我们孙大春老师 那么请他接下园民会主委一职 那么最重要的因素是要请孙主委来协助八八水灾原住民灾后重建的工作 是这样子吗 我想一方面是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很推崇我们孙主委 因为他过去也担任过原民会的副主任委员 那么当然不只是只有对八八的水灾,灾后重建的事 将来我们很多原住民地区有很庞大的建设经费嘛 是 执行也非常重要 还有将来不只是硬体的建设 我觉得原住民文化当中有非常多精华值得保存跟发扬 然后我觉得孙主委在各方面的这个工作的条件都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组 也就是说我们的孙主委你给他赋予的重认不是只有八八水灾重建的工作 那我们其实呢从以前的例子到现在不管是九二一地争以后 我们原住民地区的确是有很多千村的问题 所以呢孙主委您上台不仅仅是要来解决我们现在八八水灾千村的问题 而是呢从九二一地争到现在原住民有很多危险的部落要怎么样千村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都包含在那里 那么孙主委你九二七号你也对媒体说你重返原民会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要把八八水灾原住民灾后重建工作做好 那么本席现在给你大概三分钟的时间 让你对着我们全国的四十八万人口的原住民 让他听听看我们以前的孙老师 我们现在的孙主委 您要怎么样来做原住民重建的工作 谢谢委员 对原住民将来的这个发展 当然过去我们有很多人从各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事实上从现在的角度看 原住民无论在法政的发展 还有这个文化的存在 社会各方面的都有一些比较长足的发展 老师你能不能短一点时间具体来讲好不好 因为现在全国的灾民都在等我今天的总质询 八八水灾的重建 你觉得应该怎么重建 你也到了灾区去看到了 你也应该听到族人给您的付托 你能不能在这边告诉我们全国的 因为现在受灾的不仅仅四个县嘛 那我刚刚讲过了九二一地震之后呢 还有很多的原住民乡也是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们很急迫的知道 八八水灾重建怎么做 也许这就是往后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啊 很重要的一个依旋啊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应该要尊重我们同胞的意愿 在这个整个的重建的过程里面 能够把原住民的文化的元素能够带进来 那前一段的过程因为是要救急 所以有很多工作的其实可能有一些步调上面的太快 或者其他等等 但是呢这已经告一个段落 到现在的重建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应该这个要比较审慎 特别是牵涉到我们有可能有三十多三十三个部落 有可能要要牵村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性啊 现在目前已经有资料是三十三个是不是 对我们在昨天在南部 这个这个中心啊 开了一个记者会 其实这个调查报告在十九号的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选择能够至少面对我们的族人做正式的发表啊 好也就是意思说 在这段时间您会到每一个村每一个村去跟相亲说明是不是 对对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未来的三周 好你预计你预计什么时候让我们的族人能够重建家园时间 这个三周很很重要 因为族人的意愿要被充分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跟我们这个四个县七个厢 然后大概有四十六个村 如果是安全的可能可以马上进入这个重建 然后让他们生活能够恢复的 好那你现在说有三十个是必须要签村的吗 差不多三十三个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估计出来有四十六个村是危险的啊 有三十三个村是要签的 那么剩下的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现在道路抢通的情况哦 还有部落现在原来的被破坏的这个部分哦 我们还在努力了 只要那个部落的情况有所恢复 我们一定把这个族人先 可是您知道吗 主委我们现在到灾区里面听到的时候 有很多的地方还是回不去的哦 像雾台乡 像南麻乡乡 像桃园乡 他们都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在都会去看到这么多的怪手在在整修道路 为什么原居民地区大概只有一两个怪手在 甚至于他们现在要怎么上去呢 自己还是徒步上去的 然后带着水管 主委您知道这件事吧 因为我物台这些都过去了 其实到了现场才不知道 其实我们的政府单位 这个交通部其实也都非常非常努力哦 我想这些应该很快就能够能够完成 没有耶没有很努力耶主委 你的讯息跟我有很大的落差 我觉得 我现在是不是给你在一段时间 希望你在这三天之内 至少你让部落的联络道路 相公所跟在地的这个这个这个怪手 可以从里从外一起来把它打通 因为我就不知道你三十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原住民道路都没有通 然后没有上去 你怎么知道有三十个部落要迁车呢 你是看空照图吗 呃我们这个专业的团队哦 呃这个动呃72人士哦 其实在这个过去的将近是一个地方去一天 就可以知道这个部落是危险还是安全的 因为我看他们后来的这个报告啊 里边所根据的数据哦 都不是说当场当场只是去看验 但是航照图长期的土石流的这些记录 土质的记录 还有这个水利的记录是综合的 我想科学的证据虽然不能够作为我们的一个 唯一的依据 但是有这个东西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基础往下弹 让原住民的这个 好谢谢主委 也就是说重建的时间表还很长 对不对 呃那我们这些相亲怎么办呢 你要让他长期居住在这些营区吗 我想有先后秩序啦 如果已经这个条件完成我们立刻就有像我看昨天的会议里边 屏东跟台东的部分大概就很快的就会有有有有比较立即的效果 我们的嘉兰村的乡亲哦很多还是住在他们亲戚的家耶 你觉得这样子对族人公平吗 你是不是有一个建筑一个所谓的中继屋 现在那边的中继屋在大概在23号他们那个第一栋的部分就会就会完成 那其他的村呢像南麻夏啊像我们这个桃园香啊这些中继屋怎么处理 我在想在高雄这个部分哦如果族人在我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办法立即到永久屋 他们有一个说还要再看一看我们我想那个中继屋的这个这个构想哦 我们会会会会考虑 院长同意吗 对是 就是在重建大家还没有共事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回到他自己想要去盖的中继屋去重建 然后去讨论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同意 同意是不是 我除了补充一点以外 好 假设假设 因为毕竟住在英国不是长期的 有关有关通路哦 就是可以安全通行的路哦 假设现在因为怪手或者其他的机具不足的话 行政院充分支持 圆明会跟各相关的县政府相公所 能雇用到多少实际需要的这个机具跟设备人员 行政院完全支持 好 院长你知道吗 我现在听到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会开怪手的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员 其实是很会这个附建道路的 你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灾区的这些乡亲的年轻人 给他雇工 让他去开通自己的部落的道路 因为现在乡公所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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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商在做 所以院长 你是不是现在马上就是能够指示我们的孙主委 赶快去调查一下 跨四个县七个原住民的乡 如果联络道路现在要赶快抢通的 能不能够我们当地的原住民年轻人回去 来整理他的家园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